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徐淳大 三个星期前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港导系列 港导系列的题目是 《吸香港的福音》 Good news to Hong Kong 我们问香港需要一个怎样的福音 答案是香港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 香港需要一个十字架的福音 这是一个呼召罪人离开世俗之城 City of Man 去奔跑前往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一个福音 这个福音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福音叫我们进入上帝的天国 离开City of Man 去到City of God 这个福音呼召我们 去抛弃地上的金钱 情欲权力的引诱 叫我们去追求天上永恒的财宝 这样才是圣经给我们的福音 这样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样才是十字架的福音 这个是香港人需要的福音 这个也是二千年前 这个也是二千年前 使徒保罗坚持要传给哥伦多人的福音 保罗这么说 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在那灭亡的人事如绝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 这样去传福音 尽管不会受到世人的欢迎 仍然必须要传 因为它是唯一的好消息 保罗继续说 他说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 属世的智慧 我们却要传备钉十字架的基督 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半脚石 对于外邦人来说是愚绝 但对于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 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保罗说我知道 当我们传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 对于犹太人来说 寻求神迹的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半脚石 他们不要听一个十字架的福音 然而这个是唯一可以拯救他们的福音 保罗又说 十字架的福音对于外邦人 追寻地上智慧的人 是一个如绝的福音 然而我没有其他的福音可以传讲 唯有十字架的福音 以可以拯救人 于是保罗说 对于那些上帝所呼召的 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是上帝的大能 是上帝的智慧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保罗用了四点 去讲一个十字架的人生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呼召 去活出一个十架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将会彰显了不一样的方向 不一样的特质 保罗的四点是一无所有 悲战厌护不能自夸 第二点是基督耶稣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第三点是不求地上 智慧能力尊贵地位 第四点是单求天上 要夸耀的就夸耀主 当你去看一加二的时候 你会发觉 保罗要我们寻求的是上帝的义 对于上帝来说 在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所有 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 不可以靠自己的义行 却要以耶稣基督为自保 去到三加四的时候 保罗呼召我们去寻求上帝的国 保罗叫我们不要追求地上的财宝 地上人所觉得重要的智慧能力 尊贵地位 这些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文不值 相反我们要求的是单求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保罗叫我们去思想 去追求永恒的财宝 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另外想起C.S. Lewis 的一句名言 他说 All that is not eternal is eternally out of day 一切不属于永恒的东西 从永恒的角度来说 全都市已经过市 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说 Everything that is not eternal is worthless in eternity 一切不属于永恒的东西 在永恒当中是毫无价值的 于是上帝挑战着我们 究竟我们追求的东西 是永恒里面有价值 还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个永恒的选择 我们要选择一些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去追求 这个缺责永恒的缺责 带我们进入 刚不多前书第二章 刚不多前书第二章 刚才我们读的 总共有十六节 这十六节可以分为三段 这三段都是以钉十字架的基督 为反思的中心 三段的主题分别是 两种言语 第二是两种智慧 最后是两种灵体 这两种的言语 两种的智慧 两种的灵体 会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子民 有两班人 当你跟着某一种言语 某一种智慧的时候 你会成为其中一班人 当你跟着另外一种言语 另外一种智慧的时候 你会成为另外一种人 这两种人会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 最后这两条道路会带领他们 去到两个不同的晋头 在这两个晋头里面 有永远的生命 也都有永恒的审判 这两条道路 两种人的群体 令我想起奥古斯丁 在City of God The City of God这本书里面的一句名言 奥古斯丁这么说 他说 Two cities have been formed by two loves The earthly by the love of self And the heavenly by the love of God 翻现出来就是 上帝说这世界上面 奥古斯丁说 这个世界上面有两个都市 这两个都市是有两种爱所形成的 属世的城市是由自我之爱所形成的 属天的都市是由上帝之爱所形成的 在上个星期我们看过两种不同的言语 不同的言语带来了两个不同的子民 今天我们会专注看两种智慧 从两个言语去到两种智慧 我会带你进入哥伦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你会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 保罗多次用智慧这个词句 跟着他在说有两种智慧的存在 哥伦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 但起门我从前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高言大致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 因为上个礼拜在这里 你知道保罗讲的什么 保罗说我来到你们 我没有用高言大致 英文是Lofty Speech and Wisdom 他在说的高言是一种修持演讲的表演 原来当时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 人们最喜欢听 就有个人出来用高言大致跟人讲话 保罗说我来到我不是一个修持演讲的学家 我用地上的方法去向你全港天国的福音 我来到你们当中没有高言大致 我要宣讲的不是地上的信息 而是上帝的奥秘 这两种言语 高言大致和上帝宣讲的真诚的宣讲 引导我们去到两个不同的智慧 to wisdom 不是高言大致 不要高言大致 要的是基督的十字架 上帝奥秘的启示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我在你们那里时 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 我说的话 讲的道不是用毁远智慧的言语 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 为要使你们的信 不靠着人的智慧 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 我来到你们当中 没有用毁远智慧的言语 没有用修持的技巧 表演演讲的表演 而是靠着一个平白的言语 通过圣灵的明证 上帝的大能 传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教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戏肉 第六节 古罗这样说 他说这两种不同的言语 会带你去到两种不同的智慧 我用平白的言语 去传讲上帝的智慧 他这样说 然而在成熟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绝不是今世的智慧 绝不是今世有权有位人的智慧 那是将要灭亡的人的智慧 古罗说 在成熟的人当中 我们也传讲智慧 我说什么叫成熟的人 其实很有可能成熟的人就是基督徒 普罗说 那么多人 他们好像很想要智慧 普罗说 其实我一直都传着智慧 现而你们听不明白 因为尽管你们信了主 但是你们现在的思想 走回去以前未信主之前 跟随着世界 他说如果你听得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清醒不醉走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会听出来其实我传着一个智慧 你们想要智慧 我正是传着上帝的智慧 然后普罗说 我所说的智慧 不是你们想象的智慧 不是哥伦多市里面 经常人们讲的智慧 不是今世的智慧 不是今世有权有位 人的智慧 所谓今世 就是将要过去的这个世代 将要被审判的世代 将要受刑罚的世代 对于犹太人来讲 只有两个世代 一个是今世 一个是来世 一个是地上的世代 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通过 他的诞生受死复活所 创造出来一个新世代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有两个世代同时并行 一个是地上的世代 一个是天上的世代 他说你们现在追求的是今世的智慧 今世的智慧将要过去 你一定要升级 升级 去到一个将来世代的智慧 接着他说今世的智慧 是哪些人的智慧 是有权有位的智慧 讲的是变成什么人呢 性学者很相信他讲的 所谓有权有位的人 是讲当时的犹太领袖 当时的犹太领袖 你记得是长老制司长文士 他们做到什么 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当时的有权有位的人 也都包括了罗马的长官 罗马的长官是哪个 是被本丢比拉多 于是犹太人的领袖 罗马人的长官 合力作为今世有权有位的人的代表 他们做了一个动作 他们拒绝了上帝的智慧 今世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 是绝对 于是他们将耶稣核力 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保罗一早已经给了我们 那个理由 在第一章第二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保罗这么说 因为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因为犹太人要的是地上的权力 他们要什么神迹 他要可以反罗马人的神迹 他们希望耶稣成为一个新的摩世 摩世带以色人出埃及 他希望耶稣可以带他们出罗马 或者是打赢罗马 他们需要这个地上权柄的神迹 希腊人要的东西 也都是一样 在地上里面可以的荣华富贵 可以上位 但是我们传的是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关于地上的荣耀 不是关于地上的钱财权力 于是对于他们来说 是半脚石 对于外邦人来说 是如絕 地上的智慧 有权有位 追求有权有位 人的智慧 最后会成为什么 成为了使人灭亡的智慧 当你去总结 《歌伦多》前书第二章一节六节的时候 你会发觉 保罗重复 又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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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智慧 智慧不知出现过几多次 保罗说 每一次讲完那些智慧 保罗说不是那些智慧 不是高言大智慧 不是委软的智慧 不是世人的智慧 不是今世的智慧 不是权柄者的智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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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一切所谓的智慧 其实最后会使你灭亡 这些结果成为灭亡者的智慧 于是保罗不断去reject地上人的智慧 讲的是 是人以为可以靠他们的聪明才智 去成就一种荣耀 个人的荣耀 追求地上的金钱名利 等等 二千年前的世界是这样 今年的世界也是一阳相低 同样叫我们不要追求地上人的智慧 不要追求世人的智慧 不要追求地上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今天世上人的智慧 是一个怎样的智慧 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很独特的气息 和文化 而在每一个城市里面 都有它们自己很相信的智慧 在美国的华盛顿 美国的首都 美国华盛顿的智慧 是权力和地位 有人说当你去到华盛顿的时候 你旁边左右 75%的人都是律师 你走过的四个人当中 其中三个都是做律师的 因为它是整个权力地位的所在地 华盛顿的智慧是权力和地位 纽约华尔街的智慧是金钱和财富 去到加州的荷里活的智慧 是名气和艳丽 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智慧 是快乐和欲望 然后你再回去东岸波士顿的智慧 是学术和成就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很独特的气息 有它很独特的地方 然而这些所谓人世间的智慧 最后都是没有太大的诧异 它们有很多的共通点 它们的共通点是 慕神的掌管 不需要上帝 它们的共通点是不需要拯救 它们的共通点是 十字架是原媒的 它们的共通点是自我膨胀 它们的共通点是追求今生今世的东西 不思想永恒 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东西 耶稣基督的智慧 和这些地上的智慧 完全的抗衡 耶稣基督的智慧 俯首清晨于上帝面前 耶稣基督的智慧 是以救赎为核心 告诉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序 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 耶稣基督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 十字架的智慧 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写记、跟从 十字架的智慧 叫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 跟着我们复活在生的时候 不再为我们自己活 而单单为上帝 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而去活 我们需要将这个新的智慧 传遍地上的人 当我们去到地上 将福音传遍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时候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 每一个城市里的智慧 最终只是一个灭亡的智慧 我们需要回转 去跟随一个不一样熟天的智慧 但我们回到前书第二章第七节 保佑继续这样讲 今次是正面的 他说 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 上帝奥秘的智慧 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 保佑说我们传心的智慧 正确的智慧 熟天永恒的智慧 是上帝奥秘中的智慧 如果你看回原文是 God's wisdom in mystery 如果你上个礼拜在这里 你知道 这个讲上帝的奥秘 奥秘就不是一些你不明白的东西 奥秘的定义是 从前隐藏 现在被启示出来的东西 是耶稣基督的东西 他说在耶稣基督 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启示 在十字架的出现里面 我们见到上帝的智慧 这个智慧从前被隐藏 现在被启示 这个智慧是上帝属天的智慧 这个智慧不单止使我们不自灭亡 还可以令到我们得到荣耀 得到荣耀 但是这个荣耀不是地上的荣耀 是最终永恒上帝为我们预备 终极的荣耀 你相不相信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要跟着耶稣 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第八节 保罗继续讲的话 借一智慧 今世有权有为的人 没有一个知度 若知度 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 这里的翻译其实翻得不是很好 其实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 原来你有个宝藏 还大过我们那个 早知道我就跟着你 不是在说这件事 更好的翻译是 今世有权有为的人 没有一个爱慕 没有一个人爱慕上帝的智慧 It is not about knowing It is about loving 他们没有办法爱耶稣 他们没有办法爱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跟他们的价值观背道而似 于是他说 这智慧上帝的智慧 叫我们向下行的智慧 是同有权有为的人 要向上走的智慧 背道而似 于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知道没有一个人爱慕 他们不单止不爱慕上帝的智慧 甚至他们通行这个智慧 于是他们将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 愿意 对于那些爱慕上帝 依靠基督的人 第九字这么说 他说对于那些爱上帝的人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他所爱的人 所预备的事 眼睛未能看见 耳朵未能听见 人心也不曾想到的东西 上帝对于爱他那些 对他们期盼上帝救赎的人 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 如经上所记 在说的是以错下书 若你有机会读去 以错下书第六十四章的时候 你会见到这个隐言 以错下书第六十四章 第四字这么说 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以闻 未曾眼见 除了上帝以外 还能有其他人 可以为等候他的人 凭这样的事吗 为他们凭什么事 为他们预备了些什么 你继续看两节 你就知道上帝 要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些什么 以错下书第六十四章第六字这么说 我们都如不洁的人 我们所行的意 都像污蔑的衣服 我们如叶子漸漸枯干 我们的罪叶像风把我们吹走 于是上帝要为他的子民 等候他的人 爱他的人 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闻 他们心里面 还没办法想象出来的 伟大的救赎 上帝会为他们预备 清洁的衣服 上帝会为他们预备 罪孽的救赎 这个是以赛亚的终结 如果你熟以赛亚书 你知道以赛亚书 总共有六十六章 所以当我们看到六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近到尾声 而这个尾声 其实是对应着 以赛亚书的起头 以赛亚书的起头有一截 这样的金句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字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一前一后 前面告诉他们 以色列人的问题 后来讲到 上帝会为他 等待他的人 爱他的人 所预备一个前所未有的救赎 哦 于是前后 宝炒 告诉我们 上帝会为他们预备新的衣服 要将他们的罪 变成雪白 白如羊毛 如何 通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的寿冷支 我们都要读 耶稣基德的故事 耶稣基德的预言 那个受苦的仆人 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受苦的仆人 上帝为我们预备他自己的独生志 耶稣基德 在十字架上 上帝奥秘的彰显 上帝的智慧 啟示在世界上 里面通过十字架 去拯救所有的罪人 这个智慧 叫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 而是为耶稣基督而活 唯有这样才是一个智慧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智慧的人生 当你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 所谓智慧的人生 就是为上帝的智慧而活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 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生 就是我们剩下的余下的人生 和上帝的智慧连赏关系 保罗讲不到后书第五章这么说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金句 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历了我们 原来上帝的智慧激历了我们 因为我们这样冤定 一人既为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为众人死 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生 你是不是活着一个智慧的人生 原来所谓智慧的人生 就是为上帝的智慧而活 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 不再为今世的东西而活 为耶稣基督 为永恒的事情而操心 所谓智慧的人生 就是十字架的人生 社记的人生 降伏于基督的人生 在我们将要总结的时候 我想带你读多一点点 奥古斯丁的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刚才我们读了他那句名言 接着我想带你读多一点点 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的总结是这样说 他说两个都市 是由两种爱所形成 属世之城是由自我的爱所形成的 属天之城却由上帝之爱所形成的 奥古斯丁继续 他说属世之城被造于自我之爱 以至灭视上帝 属天之城乃被上帝的爱所造 以至灭视兴看自己 当你属于上帝之城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将自己看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微不足到 你想将你自己献上给上帝 奥古斯丁继续说 实实上属世之城夸耀的是自己 属天之城却要夸耀上帝夸耀 记录 前者从人那里寻求智慧 我们祈求上帝 make me great 让我在地上得着荣耀 后者在上帝身上找到了至高的荣耀 后者要荣耀上帝不是荣耀自己 在属世之城中 世上的智者按照世人的标准生活 追求身体或心灵的好处 他们自以为聪明 在骄傲的支配下 以他们的智慧高居自己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觉得自己想得很清晰 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然而在那属天之城里面 人唯一的智慧 就是忠心敬拜 在圣徒的团契中寻求掌上 天上的财宝 好使上帝在万物之中在万物之上 所谓万物之中万物之上 其实是出于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八字 意思是好使上帝至高无常的权威 被确立在地上 什么意思 好使在世人之城里面建立一个上帝之城 所以我们追求的事是很不一样 属世的人在地上追求他们自己的永远 他们很骄傲 对于自己的智慧非常之骄傲 然而属天的人信靠的是上帝 信靠的是上帝的话语 追求的是天国的奖赏 为要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世人之城 和上帝之城的分别 世人之城City of Man 追求的是地上的名利 于是世人专注 努力 渴望 登上世上的排行榜 有没有经常留意这个世界 现在谁是最有钱的 当然这个所谓有钱人的排行榜 都有很多一种 有香港的排行榜 有美国的排行榜 有世界的排行榜 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排行榜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地上的名利 于是我们很留意 谁是榜 谁是第二 第三 第四 谁可以夺得重要的地位 愿意 如果你记得我之前有说过 All that is not eternal is eternally out of day 一切不足于永恒的动势 在永恒的角度里面 全都已经过时 这些世上的巨富 其实全部都已经过时 最终无论你多有钱 无论你是排第一 第二 爆美都好 最终全都归于无有 最终每个人都要被死亡所吞势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罪的公价乃是死 不但如此 死后 且有审判 照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 这十位超级巨富 全都不是基督徒 幸好我不是用香港的 list 如果不是又要 address 究竟这个基督徒是真还是假 这十个不单止 需要面对死亡 还要面对在上帝面前永恒的审判 这个是City of Man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City of Man 世人之城 它的本质和它的终结 或者你会问 上帝之城对比之下又是怎样的呢 我告诉你两样东西 上帝之城里面没有排名 不讲排名的 但是上帝之城里面却有恩典的团契 有团契 有祖别 我想给你看两个例子 上帝之城里面的恩典团契是怎样的团契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Fox Book of Christian Martyr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书籍 简单来中文翻译就是John Fox 写的人叫John Fox Fox的宣道者的名录 是Fox所写的宣道者的名录 虽然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但是很多人会继续在modern 在现代不断update这本书 这本书是16世纪的时候 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教会历史学家John Fox 开始写 他要写基督教的历史 他发现其中一个角度去写基督教的历史 就是记载从耶稣基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 为上帝殉道的人的名录 Fox Book of Christian Martyrs 是一个恩典的团契 但是到今天这个本书继续流传在我们的当中 这个是City of God City of Man 在讲的是排名City of God 在讲的是团契 是一个十字格的团契 这个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例子 还有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给你看另外一本书 好有意思 我又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叫From Jerusalem to Arian Jairah 翻译出来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伊利安查 伊利安查是什么地方 伊利安查就是西新基内亚 新基内亚大家听过 西部的新基内亚 这本书是讲的是什么 这本书是讲的是基督教的宣教史 从耶路撒冷开始 有一群人组织了一个团契 目的是要将福音传道敌极 另外一个恩典的团契 这群人没有死到的 大部分都没有死到的 不是个人做宣教士都会死的 他们没有死到 但是他们成为另外一个恩典的团契 他们有一个目的 共同的目的 将福音传道敌极 从耶路撒冷开始 将福音传道 巴布亚新基内亚 西边基督教的传教士 不切排名 但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我们 去加入 不需要看左边的排名 讲的是右边参与 在当中恩典的团契 或者你当中 也会有人可能问我 他说 林牧师你好像将 这个世俗的人 讲得很差 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林牧师 不是每个世俗的人都是想发达的 其实有 不少世俗的人 是很热心公益的 不说香港了 香港也不知道真还是假 很多世俗的人 其实很热心公益 希望将世界变得更好 你这么说 我都认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年轻 其实还很年轻 叫Benjamin Todd 接着他写了一本书 也都开了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叫做80,000 hours 8万个小时 谁是Benjamin Todd Benjamin Todd是2012年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他读的是物理学和哲学 是当时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但是他毕业的时候 他发现一样东西 原来如果他不做物理 他做金融投资 可以赚很多钱 真的很多 于是他想了一条屎子 他说不如我去赚很多的钱 但是我不将那些钱 做自己 用在自己的身上 用都用不完 而是我回蝕回社会 于是他创造了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叫8万小时 什么叫8万小时 8万小时大概 如果你不早死 你一生人就做8万小时的工作 他说40个小时 一年50周 再乘40年就差不多 就是8万小时 他说你一生花了8万小时去做工 有没有想过你的工作 怎可以贡献社会 于是他曾经 他想了其中一个方法 叫earn to give 尽你最大的努力 赚最多的钱 合法 当然合法 赚到钱之后 我们做什么呢 不是自己用 是拿来回蝕给社会 于是他想了一个屎子 这个就是他的屎子 屎子是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Google的Software Engineer 如果你出来做 你去Google那里打工 帮他写code 你可以赚到多少钱呢 其实走着你 你出来的人工可能是200万港元 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你可以赚的是200万港元 200万港元你不用生活得那么豪 100万是你的 每年捐一万万出去 行不行 行 行 但你不是就这样捐 你捐给非牟利机构 你的人工可以支援非牟利机构里面 另外一个CEO 是吧 另外一个做事的人 甚至可以几个都可以的 OK 他说你就是这样做 你当然没有赚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就10%开始了 其他抄争教会的 但是他说如果你赚得厉害的时候 你可以一半的薪水 去这样去回舍社会 你开始明白 你说 为什麽这些非基督徒来的 为什麽他们 对这个社会这麽有心的 为什麽我们不去做 牧师从今天开始 我帮你赚钱 一半是你的 行不行 千亿不要 为什麽呢 因为当Benjamin Todd 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 真是信不信由理 很多年轻优秀的年轻人 都非常兴奋去参与 其中一个表表者 很有趣 其中一个表表者 曾经在香港生活 在香港设立公司 你也认识他 他叫做Sam Benman Fry 唉 真是fry了 现在 他又是一个物理学的优秀毕业生 2014年华省理工毕业的 去了做什麽呢 不做物理 做金融 是吧 炒到天翻地覆 现在光荣退休 规空公款 长住监狱多好 那麽早三十岁便已退休 在这个 人觉得他的智慧里面 很懂运用资源的一个计划里面 你开始感觉到人性那种罪性 和钱的魔力 赚最多的钱 做最大的捐献 有没有想过 以前我要做牧师的时候 都有人跟我说不如你去赚多些钱 教会需要钱 教会不需要你 教会需要钱 这个是人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 不是在讲这些东西 当你去赚钱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灵魂都会失去 全是虚空 全是暴风 最后引来的是永恒的 审判 这一切的东西 庆命的赚钱 贡献社会 自我满足 全都是世人的智慧 就算真是这个世界有人奉公守法 一生奉公守法 慷慨捐献 我们仍然要问 这个是否上帝的智慧 上帝是否真的要我们当中年轻有为的人 你去牺牲一下自己 为了林牧师的将来 去努力赚钱 然后分一半给我 教会就不用休了 我们不用担心三年十年 还有否都在 一定有 所以我牺牲你去赚钱 这个是否上帝的智慧 当然不是 对于世人来说 钱财仿佛就是一切 但当你打开圣经 当你打开教会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帝使用的人全都要先放下钱财 献上自己 上帝要的不是更多的捐献 而是全人的捐献 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财 而是需要爱慕救主 放下世界追求天国 有这些新的人 教会才会兴旺 才会復兴 什么是十字架的福音 什么是上帝的智慧 赚最多的钱 奉献最多给教会 上帝要我们的人 令我想起两个二十几年前 发生在新加坡的故事 我想要用这两个故事 帮我们做总结 亦挑战我们怎样去形容 第一个故事 两个都是二十几年前的故事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关于一对夫妻 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那个先生叫做Norman 那个太太叫Faye 这个当然不是他的照片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经过新加坡 他是从英国来的 他当时已经大概 五十岁五十几岁的时候 Norman曾经是一个工程师 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决定提早退休 他想来亚洲 于是他经过新加坡 他们在预备去柬埔寨 我们教会有幸招呼他们 他跟我们教会的人去分享 为何他们会来到亚洲 为何他们想去柬埔寨 他的答案是匪而所思的 他说我们在英国 我们教会开始了一个讨告计划 为地上美德之民去讨告 他们不断都是为亚洲人去讨告 跟着为柬埔寨祈祈祷 一世人未去过柬埔寨 但就靠着一个面 在一个面 每个礼拜为这个地方祈祷 跟着久而久之 其中几年上帝开始感动他们 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了他自己的高薪厚职 带着太太通过经过新加坡 要去柬埔寨 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不是什么传道人 就是在那里开展一个年轻人的工作室 去给他们一门子 就是一个手艺 也是通过这件事去跟他们传福音 让未听过福音的人 可以通过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室进入教会 去了几个月之后 有一次Norman回来和阿菲 我们教会又再招待他 我心里面说 你以前讲得很兴盒盒 你现在去到柬埔寨 我看你现在回来还有多少火 我问他我Norman如何 去了半年 有什么感受 Norman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很诚恳激奇的诚恳 他很有心思回答我这条问题 他说 柬埔寨不是一个开心的地方 但柬埔寨是一个荣耀的地方 我一听完我知道 他完全明白上帝给他的使命 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不是一个美善的地方 但是一个充满上帝荣耀的地方 上帝的智慧 一对中年的夫妇 离开英国舒适的环境 去到一个不开心不美丽的地方 献上他们自己的原生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的 我开始回到这间教会 没多久之后 有一对年轻的不是夫妇 那时拍拖的男女朋友 开始来这间教会 那男的我叫做PY 那女的叫Suzi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们来 他开始参加我们的团契 参加我们的茶经等等 我现在才想起 那时我们的崇拜 因为我们参加英语堂 英语堂的崇拜是给你一个不多好的时间 是早上八点半 但不知为何那时 个个都很准时 我还八点钟回到教会 跟那些女士们祈祷 祈完祗才回崇拜 又不觉得眼睡的 很奇怪 跟着我们崇拜完九点半十点 还有主学学 又很兴奋的 从一个很舒服的有冷气的地方 不断流汗的地方去上主日学 想得很开心 于是PY和Suzi来到我们当中 我最记得 我大部分所有的记忆 和他们就是查经 去读圣经去上主日学 后来我们教会开了一个门训的课程 这个门训课程基本上是一年里面我们要读完大约七成的圣经 跟着有很多工具要做 在当时我记得他们两个都是读电脑的 一个在Singapore Airline做事 PY Suzi是Anderson Consulting 如果你知道当时你做Anderson Consulting 是非常忙碌的 我很记得 基本每一次我们团契 或者我们的discipleship group 训练的时候 他都是要咬着个面包来的 因为紧紧放到工 跟着来到 两个很忙碌的 二十多岁的年轻的才俊 但是他们 无论多忙碌 都来到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查经 无多久他们说要结婚 我们当然替他们很开心 在他们的婚礼上 他们选择了通常要献一首歌 他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歌 叫做Living Sacrifice 不是那些爱是什么的歌 他不知为何他就选了这首歌叫做Living Sacrifice 这是那首歌的歌词 我将他翻译了中文 当时这样说 请你收下我的生命作为活制 知道这是我能做的最微小的事 让我的生命成为活制 分别为性为你所用 我拆开我的生命最终意识到 于我自己而言 什么都做不到 但我站在这里奉上我的一切 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 我拿住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首歌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指名道姓要我唱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生人就是帮人唱了一首这样的歌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时候选了这首歌 后来才明白 叫一分年龄苏西华人 要生孩子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一个孩子男孩来的 baby boy 他是两家人第一个孙 他想像这个是什么的一个世界 两家人里面都是第一个孙 一段万千宠爱在一身 接着没多久 Sousie决定不做了 离开了她Anderson Consulting的工作 要专注照顾这个嬰儿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要专注的事 是更大的事 因为从来都不讲 他们要专注的是 她老公又辞了份工 接着他们两个人 加入成为Wiklet Bible Translator的一分子 Wiklet Bible Translator 大家应该知道是 翻译圣经的一个协会 他们双方面的家庭 妈妈妈都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邓一代的基督徒 但他们很想为上帝 他们的天父做一些事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恩赐和古照 他们不想着自己可以做宣教士 也不打算做宣教士 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技能可以去帮人翻译 成经没有这些装备 但他们想 但我们是电脑人 当时的Wiklet 开始电脑化这些东西 他们需要懂电脑的人 可以帮助他们 于是 他们终于梦想成真 他们的祈祷上帝回应 他们的祈祷就是那首歌 我拆开我的生命 忠于意识到 对我而言 什么都做不到 但我站在这里 奉上我的一切 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 我的主 1999年 他们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 去了菲律宾 不可思议的东西 是吧 请你修下我的生命 作为活祭 知道这是我能做的最微小的事情 让我的生命成为活祭 分别为圣 为你所用 我们又如何呢 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唱这首歌 不是叫你唱 跟他们一起把这首歌变成一个祈祷 等待上帝去回应我们的祈祷 让我们的人生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都可以为主所用 做一些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东西 愿我们的人生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都可以跟随上帝属天的智慧 加入祂永恒天国里面的行列 我们祈祷 我们天宝我们多谢祢 祢的智慧 不是地上人的智慧 有时我想起 Benjamin Tork 他的百万小时的计划 都听起来真的很绝 但是慢慢 当你去否释 去思想的时候 又是世人的智慧 你 不一样 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你要的 不是钱 你不需要钱 你不需要钱 你需要人 你要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心 呈现于你 所以当我们回到国陈国前书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听见 保罗那种立喊 不是高然大致 不是人的智慧 不是当权者的智慧 不是这世代的智慧 他将这个世界上所有智慧人所说的智慧计温 全部努积了 接着他说 但是我们所存的 确实是上帝的智慧 是真智慧 是跟随耶稣的智慧 是逃生在永恒的智慧 是不能磨灭 不会被消灭的东西 是得荣耀的智慧 最后我们问 究竟Crossway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 我们问究竟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教会 我们要的是充满上帝智慧的教会 我们要的是活出上帝智慧教会的一个因典圈契 求主你使用我们 这些当人进入我们的群体里面 他们会听到一个又一个的因典故事 那因典故事不单止是来拯救了我们 为我们预备眼睛 从来未想像过耳朵未听过奇妙的救恩 不单止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亦是你怎样去救熟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人生 将他们化为一些永恒的东西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祷告会得到你的认运 正如Norman和Fay的祷告 正如PY和Sousie的祷告 这些祷告你祷愿 这些祷告默默在心里面的祷告 你回应 所以我们求你 让你都回应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的人生活得不一样 让我们的人生与世界背道而迟 愿世人觉得我们的圆会 在基督里面你却赞叹你自己属天十价的智慧 求主你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 不一样的群体 再次多谢你 让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可以思想 让我们知道明天我又可以讲返同一个信息 同一样的故事 再次引发我们去为你而活 奔跑本强的道路 多谢你 我们今天祈祷 共主耶稣祈祷明求 阿们